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法这个事情都不是相当的在意或熟悉 等到遇到了以后才来觉得说 哎呀怎么会是这样子 所以呢我们今天借由这个事情就要来跟各位聊一下 其实在这件事情来讲 比较大的问题是作词跟作曲啊 那简单来说就是 作词跟作曲一旦做成之后就会有所谓的著作权 那著作权是智慧财产权的一部分哦 什么叫做财产权一部分就是说 我们在讲智慧财产权这五个字 其实它包含了专利 包含了商标 包含了著作权 那这是三种最基本的太阳 那专利当然就是我发明了一样东西 例如说散热系统 我发明了一个所谓的新科技 可以让人类生活过得更好 这个叫专利 那另外一种商标就是比如说 我是某某品牌 那我创造出来了一个商标 这个商标作为商业使用 那么这是另外一种形式 可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不做生意的话 其实专利商标我们大概都碰不到 专利法商标法大概碰不到 但著作权法跟各位说明 其实日常生活当中都是著作权法 包含比如说我们现在去KTV唱歌 我们在KTV唱歌的时候唱的每一首歌 基本上它都会有所谓著作权的问题 只是KTV帮我们付钱了 就我们付给KTV使用费 KTV再把我们付的使用费 转给那位著作权人 那事实上来说 像国内有像中华音乐著作协会等等 这些组织他们会负责帮艺人 或者帮作词作曲家处理这些问题 那这些东西呢 其实如果在艺人跟艺人之间 或艺人跟 就是所谓作词作曲家之间 一般都会有一些默契啦 就是说如果说这个歌是他唱的 那可能在这个地方上面 我们就是艺人在做公开演出的时候 跟这个作词作曲家都会有约定 好说大概是多少钱 那跟各位平良心讲 你唱一遍就要付一遍的钱 假设没有约定 或唱一遍没有经过约定 你就要就会有侵权的疑虑就是一次 那这个部分呢 其实上来说就是我们讲 著作曲家法非常严谨的一部分 这个部分就我们讲说 比如说你是用其他的方式来重制 重制就是他秀词 我用唱的用念的把它讲出来 这个部分都会有著作曲家法的问题 那当然等一下会谈到合理使用 那是另外一部分 但是我们讲说 就这个著作曲家法的第一块 各位要很清楚的是 其实日常生活当中 如果别人创作出来的作品 包含不管是文学小说 文字 这个词曲 这些人类创作的部分 他都会有著作权的问题 那这些著作权 我们如果没有经过原唱者 原作者的同意 我们基本上都不能用 要经过他的同意才可以使用 那合理使用当然是下一块我们再来谈 所以就这部分来说 我们创造出来的这种无形的权利 是我们必须要尊重的 那这个部分就举一个例子 我们非常容易忽略的 假设我们在做生意 店面在做生意 那常常会放CD 会放一些流行歌曲 这些所谓的流行歌曲 如果没有经过 如果没有经过这个 创作权能的同意 其实是不能放的 所以前一阵子延伸蛮多 这样的类型的诉讼 如果没有去跟对方购买 这个所谓的使用权 那这时候我们连放歌可能都有问题 那当然了 另外一个更有意思的是 那我听广播总可以吧 实际上听广播 如果是个人听 没问题 那包括其实像广播电台 我们news98 在放这些音乐的时候 事实上也都有跟 就是作词作曲家 有就是我们刚讲那个协会 有跟他买版权 就我可以使用 那但是呢 如果我们听众 听众在听广播的时候 如果是供个人来听 没问题 那如果一样哦 我们那个广播是放给 比如说大卖场 全部的大卖场都听得到 这次就不是个人使用 同样会有处罚的疑虑哦 所以就这个部分来讲 如果我们自己在经营商家 一定要去购买人家的版权 没有买 就来放这些CD 或者把广播开到最大 让大家听得到的话 基本上会有一些 我们讲说 侵犯著作权法的疑虑 那你说 可是像这么多的这些事情 呃我们要怎么样去 我们要怎么样去做 避免哦 事实上来说 第一个我们必须要强调 专利商标那都要登记 但著作权不必 著作权当创作完毕的时候 就已经形成这种权利了 所以呃 比方说刚刚讲的 呃清风在唱歌 为什么他的制作人 呃他的经纪人可以告他侵权 很有可能是因为他认为 这些歌的呃版权在他手上 或是这些歌的作词作曲的权利在他手上 所以如果你要重新唱 那你必须要经过我的同意 这个东西包含我们讲 如果在尾牙我们要表演 认真一点说 请乐团来 乐团要演奏这一首歌 也要经过原作曲家的同意 我们在唱这首歌唱那个词 也要经过原作词者的同意 这个都是一定要的 没有的话你说那我没事啊 没事是因为人家不知道没告你 但不代表真的没事 那像这个部分就要 就要特别注意一下哦 那么这些东西呢 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都常发现 特别是我们讲在网路上 比方说在网路上 我们会接触到的就是网路文字哦 那网路文字跟图片啊 这些部分如果没有经过原创者的同意 基本上你不能把它转贴过来 那当然有听众朋友就讲 他说那我附上他的名字 把它转贴总可以吧 事实上也不行 因为这个人没有义务 要让他的文字让你转贴 只是说这个人要不要去告而已 如果对他来讲他不提告 那当然就没事 他想提告他就会认为 这个部分触犯的重制 也就是重就是三重的重啊 制就是制作的制 重制的部分 没有经过对方的同意 去重制这段文字 那就会有触法的疑虑 所以说网路上我们最常见的 著作全法的违反就是重制嘛 那这个重制 基本上来说能够避免的最好的方式 第一个就是我们待会下半段要讲的 什么叫合理使用 那另外一个就是 可能我们在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 要经过原创者 他同意之后我们再来做 那当然图片就更是如此啦 只是说 这件事情在脸书又不太一样了 各位常常会使用脸书嘛 脸书的转贴跟脸书的图片的使用 在脸书的政策之下 什么叫脸书的政策 脸书喔 他在当初设计的时候就是为了鼓励分享 所以当我们到脸书上去 把我们的这个照片 把我们的文字放上去之后 除非我们设只限个人分享 如果今天我们设的是公开 在公开的情况之下 这个大家都看得到 他就可以转贴你的图片 或者甚至是转贴你的文字 就不需要经过同意 那这个是因为脸书的特殊政策 那这是一点 那再来就是说 呃 我们如果转贴的东西是 宪法法律命令公文 就是政府文书啦 这个没有著作权法的问题 这个部分要转贴当然也是可以 然后 呃 就是我们如果用的一些标语 这些标语如果日常生活都已经使用了 大概也不会有著作权法的问题 这些标语包含比如说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啊 不要让长额笑我们张啊 这个部分大概也不会有著作权法的问题 因为这属于所谓的标语的部分 那或者一些数学公式 他也不会有著作权法的问题 再来如果只是要传达事实的新闻报导 那这个部分就也不会有所谓的著作权法 比方说我们报导呃呃呃中华队他以7比0击败韩国队 那这个部分就没有著作权法 我只是描述一个事实嘛 那这种事实做成的新闻报导只是要传达事实 2好3坏满球数 那这个部分这个东西都是一个事实的名称 可是如果你报导是说 这个投手他当时怎么面对这个事情 他的心态是什么 那些文字就不能抄 那又是另外一个不一样的东西 但原则上报导事实的文字是可以用的 就是数字啊标语啊这些可以处理 再来就是考试试题啊 考试的试题啊 例如说我们在写这个考选部 他都会公布一些考题 或者研究所考试大学联考考试 这些考试试题大致上来讲也是受到保障的 所以这些部分要贴没问题 除此之外 请各位在面临这个著作权的时候要严肃一点 因为很多人在看这个事情的时候 都是随手转贴随手就是把人家文字抠下来 变成是自己的 这个未来在著作权上 都会有一些被别人提告的可能性 那这个提醒听众朋友注意 好 广告回来 我们就继续来就是讨论这个著作权法的一些相关议题 待会我们来谈谈什么叫做合理使用 那我们也谈一谈所谓的商标权的问题 欢迎回到酒吧新闻台旅秋远时间 我是旅秋远 那么其实我们来谈这个部分真的很重要 为什么 因为日常生活当中其实不知不觉 不是我不用网络我就没事了 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不知不觉都会用到 那当然我们像我们刚刚讲那个商标法的问题 我卖仿冒品就是啊 那为什么会卖仿冒品 其实我们自己很多时候甚至不知道自己用的是仿冒品 像是著名的一些包包 或者著名的一些衣服 那这些东西事实上来说可能就是我们俗称的A货 A货我们买下来没问题 可是如果卖这个就有问题了 当我们在网路上拍卖那问题就更大 因为有所谓的这些公司 会安排一些人在网路上就是巡逻 注意一下自己的公司有没有被侵权 那一旦有的时候 这时候这些人他就会对于所谓贩卖这些东西的人提告 那往往一提告之后对方要求的金额也不多 大概就是要求十万二十万和解 可是可能我们买这个东西 或者我们希望卖这个东西也不过五千一万 那这个时候就是等可能就是因小失大 所以像这一类型的东西我们都要特别的注意一下 那以著作权法来说 我们刚刚提到 除了讲的像是什么政府法令那些东西 他是可以做一些所谓不需要经过同意的处理以外 原则上 著作权法他采取的态度叫做 我没授权你就不应该使用 的这样的一种态度 那么包含我们在文书处理软体上的字型 包含我们这个 在文书上面所做的任何的文字 那都有著作权的意思 反正我没有同意就不能用 在网路上我们自己去标明说 这个作者我把这个作者转贴 我刚讲脸书可以 但其他的像部落格就不行 你把人家的部落格文字抠过来 直接写某某人说 或某某人的文字是这样写的 这个时候事实上 作者都会告 好什么仅供个人使用 我是自己盈利我没有拿去卖 自己使用没有拿去卖 我没有盈利 自己使用那个顺于商标法 就是我们买了东西 买了仿冒品 我没有卖给别人 你是没有违法 可是著作权不是 著作权说我们把人家的东西 call下来 那我只自己用 我没有盈利 最常见是什么 下载电影啊 你去给人家下载电影说 我是自己看的 我又没有分享给别人看 这还是著作权法 还是违法 那换句话说 基本上 没有取得授权 原则就违反著作权法 那其他的 我们能主张的就是 刚刚所说的 著作权法65条的合理使用 这个合理使用的意思是说 他说 对啦 我没有取得对方授权 但是我有标明出处 我又只做个人使用 我又没有盈利 所以我这个部分叫做 合理使用 当然著作权法 它有一些例外 各位要知道 这部著作权法是当年 我们在美国301条款的威胁之下 大幅向美国让步的一套法律 所以定的非常的严苛 我们知道著作权法 可以说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严苛的一种 法律 那著作权法46条 他会说 学校如果要授课 可以使用他人作品 或者因为报导评论 引用他人作品等等 那么甚至我们讲说 就是说65条也有所谓的判断标准 那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 事实上来说 都是所谓的红线 为什么 因为这些红线啊 其实不见得 不见得在诉讼上 他一定站得住脚 什么意思呢 就是学校应授课目的而使用他人作品 应报导评论引用他人作品 前者比较好说 可是使用多少 这也是一个问题 举个例子来讲 学校老师会放那个上课的作品吗 就是说上课的时候 可能放一部电影给学生看 这部电影如果没有经过片商的同意 事实上你不能在学校放啊 即便你说我是使用他人作品 好使用多少 你是使用10分钟5分钟 还是一整个小时都放 如果都放 片商还是有可能会提告啊 他说你这个部分 侵害我的权利嘛 好那你说那法条规定呢 法条规定 他只是说你可以合理使用 但合理使用多少 他没明讲 好再来 报导评论引用他人作品 你是引用一整篇 还是引用一小段 那引用一小段 当然没什么问题 引用一整篇到什么情况下 叫做违法 这个部分都有赖于法官或检察官来判断 所以合理使用的部分 事实上他是一道不能确定的抽象概念 他不是一个很具体说 引用三分之一二分之一一句话 就叫做非合理使用 那这个部分就变成要特别的注意 那么并不是说标示作者 甚至我们有人讲说 我是在推广他的作品 就主张自己合理使用 那这个部分最终判断的都还是法官 所以说如果不取得授权 那主张自己属于合理使用 事实上是在冒很大的法律风险 因为你不知道这样的法律风险 未来如果当别人计较的时候 我们会怎么办 所以要怎么做 才可以不要去违反著作权法 去取得就是说 不会去侵害别人的著作权 其实第一个就是 最好是有授权 这当然最简单 那很多的 我们买了很多的软体 事实上上面都会写 如果仅供个人使用 就只能自己用 你千万不要再把这个 拿到办公室去再call 很多老板 他后来被告 原因不是老板侵权 而是员工侵权 因为员工把他 只供个人使用的产品 放在公司的电脑里 这时候如果被人家抓到 那这个部分就是违反著作权法 那当然啦 个人使用是什么意思 有些授权条款 他没有写得很清楚 这时候就会有一些解释的空间 但至少不能盈利 不能商业化 这是一定的 放在公司里面被告的可能性 就比较高了 所以大致上来说 像有些作品来讲 大概要注意的就是这些东西 那另外 有一个叫做 呃创用CC授权条款 那创用CC授权条款 这个作品是可以用的 这个是在 呃美国组织就是 呃创意公共产 他提出来的公版条款 著作权能可以选择使用 那中研院当然有在用啦 他的意思是说 基本上如果你参加这个授权条款 给予注授权能会有一些保障 那也会有助于著作流通 因为有些著作权能 其实他不在意 但是呢 用的人他会在意 就是我刚刚讲的 他怕说 哎呃我要是没有合理使用被告怎么办 所以有些人 呃他会加入这个计划 那加入这个计划 呃有很多的这个作品 其实是可以去使用的 那么这个计划 比如说像我们讲说 有一个知名相片网站叫 Flickr Flickr他的作品 就其实都有他的授权条款 我们可以直接使用 那这个使用呢 就是不一样啦 他每一个授权条款都有不一样 大致上来说就是你只要 表示作者的名字 不是商业化使用 不能修改 用相同的方式来 你自己也要分享衍生作品 就是我用了这个作品之后 我来进行创作 创作出来的作品 你也必须让别人这样用 公平嘛 对不对 总不能说我用他的作品来创造出 新的作品之后 我不让人家来用 只要能够符合这四点 其实大致上来说 这些作品就是可以用的 那怎么去分辨就是 当我们在使用这些 比如说字型啊 或是使用这些图片啊 他有没有附有 刚刚我说的 创用CC授权条款 如果有 那大概就没有问题 不要一个一个去授权啦 那当然最后跟听众朋友提醒 如果喜欢音乐的人喔 基本上你要放公开的这个 传送公开的演出等等 最好去找一下财团法人 中华音乐著作协会 这个协会他管理了我们台湾喔 中文歌曲音乐著作的所有授权 那么就不用一个一个说 啊我要去找某某人啊 李中胜是作词 我要打电话去给李中胜说 李中胜啊我可不可以用你的啊 但李先生也不会接你电话 重点是你也找不到他人啊 所以这个直接找中华著作权人协会 他们就可以帮忙处理 呃尤其是可能我们过年啊 今年过年很早 那尾牙如果有一些表演 记得该去要授权的要去要 否则的话最后面 当被人家提告 或是说有侵权的疑虑 这可能对大家都不好 这提醒你各位天后朋友注意 好那么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喔 广告后回来 我们开始来接听天后朋友的call in 有任何法律问题 都可以打电话进来 因为制作权接比较无聊 但是你如果有什么 什么大部分天后朋友接的都是 比较多是车祸啊遗产啊 婚姻啊或者相关的一些问题 有问题都可以打电话进来 我们这电话是02-8369-3398 02-8369-3398 待会见 欢迎回到酒吧新闻台旅秋远时间 我是旅秋远 那我们接下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我们电话是02-8369-3398 我们邀请第一位黄小姐 黄小姐妳好 诶 李律师妳好 诶 请说 是这样子的我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 就是关于我们那个楼上住户啊 他们那个前后阳台就是漏水 然后就是长期都是积水 然后就这样渗透渗透 渗透到我们的阳台啊 那个柱子都爆裂了 嗯 对 然后这样子 我们如果想要 请他们求 跟他们求偿的话 我们的程序是应该怎么样做 告他 对 但是 呃 我们目前是还没找人来估价 嗯 那 如果这样直接 向法院提起的话 嗯 要 要怎么 怎么去处理呢 应该说哈 你先做基本的鉴定 这跟漏水一样 都是说先做基本的鉴定 你鉴定完以后啊 那就会有一张估价单 那也确认说这个来源是从哪里来的 可是鉴定的话是要找 其实你找一般的 我跟你讲哈 你你当然如果说你要找一般的抓肉师傅也可以 或是说你要去找像 但是他是没有那种 假设他是没有那种公司很好的那一种 没没关系没关系 就是一般的什么某某水电行 你只要有基本的就可以 为什么我跟你讲 到了法院去如果对方抗议的话 他说这个单子你我不承认 法官会去找那个 祭司工会 的人来做鉴定 那如果我们直接找祭司工会呢 也可以 但是对方可能还是会抗议 他还是会议议啦 说这个祭司工会搞不好他跟他有什么勾结 你知道很多人就会这样乱讲 事实上是不会 但是他可能还会有意见 那因为祭司工会他会收一定程度的工费 他比较贵 跟你去找水电行比起来 水电行师傅可能他估个价 他就是打个字写个报告说 这个他认为是怎么样怎么样一回事 估价修复要多少钱 他可能给你一张单子 这个单子你只是作为初步 提告的依据 但是呢这个东西法官会不会 说你给他什么 他就说啊就是这样子 他就这样判了 不会喔 法官还是会问对方的意见说 好那你承不承认这张证据 人家这样讲了 那对方如果他不愿意付 他说我不承认 怎么可能是我造成的 好就算是我 钱也不会那么高啊 我找那个谁谁谁来修 只要价钱的一半 那怎么办 法官就会说 好啦你们两个不要吵 我从法院里面找祭司公会推荐 那比如说土木祭司公会 或者建筑师公会 他们派人去鉴定总可以吧 那但这个鉴定出来 因为这个鉴定费蛮高的 其实一般正常的鉴定可能数万元到六位数都有可能 鉴定费喔 那他鉴定完以后 他会做一份鉴定报告给法官做参考 那法官就会根据这个鉴定报告去判断说 你讲的有没有道理 或他讲的有没有道理 那你要先找当然可以 可是你找了以后 第一个你要先付这笔钱 啊第二个 这笔钱付了以后 可能对方不服气 他说这个你 闽南话讲说 你跟人家行贿就乱讲话嘛 人家才给你这样的 那这个时候法官无奈 他还是得要重新鉴定一次 这样你听懂吗 是 因为我们那个可能 不是找一般水电行就可以 因为他已经两株都爆裂了 好那没问题 你就找一位反正专业人士 来帮你做鉴定就可以了 好不好 然后像我们提告我们的原因是 是无因管理吗 还是 是你家 所以应该是侵权行为 他算侵权 他算侵权 无因管理是你去修他家啦 是侵权 比如说台风要来了 我去修隔壁的屋顶 他们家的屋顶 那叫无因管理 所以我们如果跟法院 那个的 你就告侵权啊 他的东西没有弄好导致你 对啊他们整个都搬走 然后五六年下来 那个整个房子 对对对就导致你受有损害 整个前后阳台都崩溃这样子 是的 然后我们就是去年九月的时候 有去跟1999反映 然后他才修缮 他到今年他的修好了 嗯 对可是我们的就 那个伤害已经造成在那边 好啊 就跟他请求侵权行为损害赔偿吧 是谢谢你 嗯辛苦了 拜拜 好我们邀请下一位崔先生 崔先生你好 喂 崔先生你好 我想帮我妈妈问 他在学校上班 然后他是骑机车 但是学校的人行道上面 可以停放机车 还有这两边都有停车格 嗯 然后他就骑上去 然后被行车纪录器拍到 然后就被开拔 嗯 对那想说就是因为那边本来就是 学校设置提供机车可以停的停车格 那这样子他几百公尺这么长 我们也不可能说用签的嘛 就是很花时间啊 而且那边大家都是这样子骑 嗯 那就想说如果说就这一点来讲 去跟警察局申诉 会有可能撤销罚单吗 几率低 因为警察局第一他不会主动撤销 一定会到法院去 你们可能要到法院去提告 可是现在的问题点是在这里 就是说 其实有时候啊 这种交通罚款的罚款的提告 都是一口气啦 因为什么 因为你去开庭的成本要请假啊 要做什么可能都还蛮高的 那也要到法院去开庭嘛 对 可是现在的问题还不是这个 是这个成功率高吗 我认为如果就 人行道不得骑机车这件事情来讲 嗯 你胜诉的机会非常低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 学校他设这个东西 你刚刚讲的两大理由 第一 几百公尺我怎么可能用签的 第二 大家都这样做 为什么我不行 这两种说法 其实真的都不能成立 因为 学校他设这个地方 你要不就不要来停 你停方便一点的 你就是要给我签 没有话讲 第二个 别人违法 不代表你就可以违法 别人只是没被抓到 或许别人有被抓到 你不知道而已 嗯 所以这两个都不会是理由 单纯从 你把车子骑到人行道上 会不会危害到行人的 行路安全 这个部分来看 他当然有理由开罚啊 嗯 所以要过不太容易啦 那要搅就去 就罚单如果说该搅就去搅一搅 当然是可以申诉看看 但是机会不大 不大 好 嗯 谢谢李律师 辛苦了 拜拜 好我们电话是0283693398 我们邀请下一位孙先生 孙先生你好 李律师你好 请说 是我你刚才提到著作权 我想请问一下说 呃之前网路上蛮有名的就是 他是一个二创 呃 对 那 那到底这种音乐或是电影 他有没有二创的可能 或是说他 他 怎样的程度才叫侵权 或是说他完全不行 你要二创 第一个你用的那个片源 会是个问题 其实古阿默最大的问题在于 他引用的某些片源 似乎不来自于片商的预告片 那来自于哪里呢 这个部分因为就是我想可能就是要问 检察官跟法院啊 只是说这个部分来讲 呃 片源会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第二个你引用预告片 我刚讲了 合理使用四个字 你的二创跟你的影片的结合 到底到什么程度 比方说我今天我用了一个片头 或引用一小段音乐 然后来做我的整个呃 我自己要做的东西 那你的目的又是什么 比方说我是要做学期报告 问题不大 可是如果我是要做嗯 我自己的YouTuber 那我是一个我要做一个YouTuber 那我这个情况之下 我有点阅率可以赚钱 这时候是不是要经过片商的东西 为什么 片商他不见得会同意你引用他的东西啊 也就是说我怎么知道你会怎么乱用 你用我这段音音乐 搞不好你要做一个呃 惊世骇俗 或者让人家害人听闻 的这个YouTuber的影集 那我不要我不要给你用啊 可不可以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 今天你用了我有什么好处 你也没跟我讲 你说我用你一点点而已 他说没有啊很多啊 有没有这就是两边会有增值的地方 所以如果你讲说真正的二创 你要想清楚的就是 我的二创如果像我刚刚讲的 有那个CC创作条款符合的话 就是说我的二创的东西 我可以再提供给别人做三创 不用收钱没问题 那而且这个片商有加入这个计划 这个条款那当然就还好 否则的话他没有义务要提供你他的东西 去让你赚钱啊 所以这个部分要注意一下 那所有二创者那他都可以宣称说 我可以再 别人可以再拿我东西去使用 那我这样子是不是就可以 呃 肆无忌惮的去 不行 不行一样不行 因为你的二创你随便人家用 不代表我可以随便人家用啊 因为那个一创者啊 那个一创者说你的二创是仰赖我的一创 啊你的作品引用我的一创之后 跟人家讲说三创啊你们随便用 那一创的会说什么 他说哎呦你拿别人的钱来开玩笑啊 我花了多少钱才做这个片头 你要用就用啊哪有这么好康的事 懂吗 所以还是要跟他谈啊 嗯 所以就是这种东西就是一定要是跟一创者谈 不管我用多少比例 就算我用一点点 最好去谈 最好我跟你讲喔 我刚讲过著作权法是当年就是301条款 威胁之下做出来的非常严厉的一套法律 所以如果今天那当时要让美国人说 我们台湾人是很乖的不会去侵权喔 会很守很守法 所以那个法定的非常的严格 动辄就是刑法动辄就是刑法 要判刑的 所以这个部分小心为妙啊 我只能这样讲喔 OK好了解谢谢 好辛苦了 好那么时间的关系我们先休息一下好了 我们赶快来接一下一位萧仙的电话 那我们电话是0283693398 待会见 欢迎回到酒吧新闻台旅秋远时间 我是旅秋远 那我们接下来接听听朋友的电话 0283693398 我们邀请下一位萧仙生 萧仙你好 是李律师你好 请说 那个李律师我想请问你好 就是说像我们买了一些 一些衣服鞋子还有是书 那我们把它上网拍卖 那我们照了他们的照片 那这样会不会有商标 或什么的清潜的行为的问题 基本上来说 那要看我们讲说有一个你的 如果讲违法啦叫犯译啦 什么叫犯译 比如说如果你把那个衣服拍下来 当你的大头贴上网拍卖 然后标榜你自己是LV专卖店 那你可能就会有一些 我们讲的就是犯法的疑虑了 可是如果你只是卖商品 比如说我卖的这一个名牌包 我一定要拍嘛 我不拍我怎么让人家看到 我有一个名牌包 所以当你这样拍的时候 你拥有这张照片的著作权 但是你有没有违反商标法 没有 可是我刚刚提到的 其实最大的麻烦点有时候是什么 有时候是你买的这些东西 到底是不是仿冒品 如果你买的是仿冒品 你又把它卖出去 这时候原创的就是 拥有这个比如说这个假的名牌包 那这个真正的名牌包的公司 就会来抓 抓了你之后就会告你 违反商标法 这就是下一个问题了 所以一般来讲是不会有这个问题 什么问题 就是说侵犯 我们只是单纯的把它拍照 拍照不会啊 如果你只是拍照 比如说我家里面有一些东西 我把它拍下来 拍下来就上网 第一个 那个照片的著作权就你的 第二个 那个东西只要不是仿冒 就不会违反商标法 那当然就可以卖 所以防茂是绝对不行的 防茂是绝对 这个问题很多 好 好 谢谢你 拜拜 好我们要请下一位 魏小姐 魏小姐你好 你好 我有一个案件 现在我是提告人 是 对 然后他是一个侵害 就是他伤害 对 然后 我有去 请教过那个法福 是 那他们跟我提到就是说 因为他是一个刑事案件 是 那 他可以附带民事 是 那 他 他建议我要递送庄 是 我想知道这整个流程 我应该要怎么进行 是车祸吗 嗯 我不方便说 你不方便说 那我不好说 我只是跟你讲说 好啦我尽量说 不是车祸 好 那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但我尽量说明 好了 伤害 伤害 伤害我 好没关系 总之呢 因为我要分 告诉乃论跟非告诉乃论 所以我才说我要知道罪名 如果是伤害 因为我没有要了解你的具体案情 但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这个罪名是伤害 他就是告诉乃论 那告诉乃论的话呢 就是你可以撤告的 只要在一审辩论终结之前都可以撤告 嗯 于是乎呢 如果检察官已经起诉了 起诉以后 那就会进入法院 那法院呢 法官会开庭审理 一般而言像伤害这种 告诉乃论的案件 法官会在开庭之前 像台北地院的习惯就这样 他在开庭之前 他会先问你们两个 有没有调解预论 如果有 他会排一个调解庭 嗯 那由调解委员在法院里面帮你们做调解 嗯 如果调解成立 那就撤告 那事情就结束了 嗯 如果调解不成立 法官就会开庭审理 那在一审辩论终结之前 被害人都可以提出附带民事赔偿 这是暂时不用缴裁判费的 也就是说呢 比如说我们要求一百万 嗯 那一万块的裁判费是 如果提告民事 一百万就是要一万嘛 百分之一 嗯 但是在附带民事赔偿里面 不需要缴这个裁判费 嗯 那法官这时候又有两种做法 嗯 第一种做法 他会连着刑事民事一起判 嗯 比如说刑事他判对方三个月 嗯 明事他可能判五十万 嗯 那就一起宣判 这样是第一种 嗯 第二种 有的法官会觉得这个单据啊 或者这个调查事实还需要一点时间 嗯 那他希望刑事先判 嗯 他就会把这个民事案件移交到民事法院去 嗯 交由民事法院的法官不是他 他是刑事法庭的法官 嗯 交由民事法院的法官来做审理 嗯 大概就这样 嗯 嗯 嗯 我想请教就是说 民事的这个陪 呃 抱歉 民事的这一 这一个案 嗯 这一 应该怎么说 呃 行事归行事民事归民事 是的 那民事这一边 嗯 我 呃 我会面对他吗 因为 这个伤害会 呃 我不要面对他 就是我的 你会面对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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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民事你要开庭啊 除非你找律师啊 就是我 我这么讲好的 对 就是你找律师或是找诉讼代理 但诉讼代理人要法官同意 如果不是律师的话 要法官同意 你不可能随便找一个路人家 或者是 对对对 所以 如果法官附带民事赔偿 他一起判 嗯 那你可能只要出庭一次 甚至你可以要求跟 呃 被告隔离讯问 嗯 这都可以 嗯 如果没有传你当证人啊 嗯嗯 可是如果今天 呃 这个案子是 到民事法院去 嗯 你如果没有找代理人 就得自己去 嗯 那当然会碰到 嗯嗯嗯 大概就这样 那请教代理人的话 不能够随便人 必须要是律师 对 还有什么样的 比如说 是 朋友不行啦 朋友不行 朋友没有法律系 就算朋友有法律系毕业 对法官可能都不准 我懂 那家人或许可以 或许 家人或许 我跟妳讲喔 没有律师资格 又非本人要开庭的话 通常法官都要特许 那有些法官很严 有些法官不一定 当然是这样 哦 理解 嗯 那请教地送状 就是您刚刚说的 在一审 呃 呃 训捷 之前 一审辩论终结 辩论终结 辩论终结之前 就要提了 嘿 好那我理解了 好辛苦了 拜拜 好的 是的 诉讼是一件 蛮耗费精神的事情 大家就加油了 好 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听 我是旅秋远 我们下周见 拜拜 拜拜